然後呢我必須要說這些奢華的保養品 這些頂級的保養品 這些你知道尊貴的保養品 擦上去啊 共同的特點就是呢 沒有感覺 值得嗎 有必要嗎 我覺得呢 要擁有奢華保養品之前 你必須先擁有 嗨大家好我是凱咪 今天是開TV開播以來呢 最奢華最奢迷的一集 因為呢我要介紹的就是 凱咪的天價保養品 沒錯 今天雜重本 將近三四十萬的保養品 都帶來了 想要知道有哪些奢華的保養品 就要鎖定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喔 凱咪呢小時候 記得當年最有名的乳霜叫做 歐雷 歐雷呢真的是呢 伴隨著大概跟我年紀差不多的人的一個 回憶這個乳霜呢 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接著呢掀起這個高檔乳霜大戰的 我印象當中 我個人的這個印象呢 就是海洋拉納 當年呢 他這個引進台灣的時候呢 就是已經好像是第一瓶 好像破萬元的 就是一個令人炸舌的定價 整個專櫃只賣一瓶乳霜 這些呢 本來就是圖圖木偶的東西 突然就是不知不覺的變成了一種奢侈品 一種呢身份地位的象徵 一種無與倫比的尊貴的感覺 一種尊崇 一種奢華 一種推向極致的感覺 這些頂級保養品 擦了真的有不一樣嗎 我就讓大家呢來你知道 皮胖 對 很少人會買破萬 甚至今天呢 我跟你講沒有五萬的東西沒有帶過來 單瓶喔 沒有破五萬的今天不介紹 戴上我的白手套 很像以前呢 我們做那個珠寶秀 後台都會有保鏢跟警衛 今天只是差沒有警衛跟保鏢 全程監看而已 我們拍攝現場的保養品 價值就是三十幾萬 如果說你光是要買下其中一家的 整個頂級系列的話 大概四五十萬跑不掉 真的如果你今天有預算 你今天你覺得人生到了一個境界 你想用的話 不反對你買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 還有一點點時間 好 那不急 先看凱咪呢 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那今天有三家 我們先從 好 凱咪的老鄉好 凱咪的好朋友 就是從小 我就一直期待著用這個牌子 然後呢 欸 長大之後 真的國不其然 愛上了這個品牌的 你知道 產品 就是 LAPARIS的 登登登登 精品級的包裝品 我想 貴在哪了 他們的包裝也是一個 你知道 細節的象徵 這個是他們家的安平 柏金珍稀活翠安平 一盒有三瓶 連續用三十天 他的定價是新台幣 六萬六千三百五十元 有沒有從椅子上疊下來 這真的是我今年度 可以說是用過最貴的保養品了 今天介紹的呢 就是不僅是凱咪的天價保養品 也應該是在台灣目前在專櫃 你可以買得到的最貴的保養品了 然後呢 他們家除了這個安平是最新的之外呢 他們家最經典的同款當中也推出了這個 哇塞 你看這個霜 不得了 有沒有 這個 La Paris就是一個打造產品 不僅是裡面的 你知道 成分很先進之外 真的是 他的包裝真的就是藝術品 這一瓶呢 是他們家的柏金珍稀乳霜 沒錯 這個是50ml 定價是新台幣五萬一千五百元 前幾支影片當中呢 有說到我買了一個天價的水 對 就是這一瓶來同款的 同家族的這一瓶 前導精華 就是 就是在霜啊精華之前的這個前導水 這一瓶就是兩萬三千多 就是這樣子喔 就要快十五萬喔 如果你還要再講究一點 他們家還有眼霜喔 眼霜 20ml的話就要三萬三千多了 對 所以整組這樣 就是真的要三十幾萬 對 然後呢我必須要說 這些奢華的保養品 這些頂級的保養品 這些你知道尊貴的保養品 擦上去啊 共同的特點就是呢 沒有感覺 你知道什麼叫沒有感覺嗎 就是呢 他們的分子呢 細到讓你覺得說 嗯 有差嗎 欸 東西呢 我跟你講不誇張 厲害的保養品 真的 就是要沒感覺 這個話呢 不是沒道理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哇 這些你知道頂級抗勞奢華 什麼回春怎樣怎樣的 一定會很油很滋潤 然後這樣循循的 然後黏黏的 然後咯咯的 我跟你講錯 厲害保養品分子要細 吸收要快 然後要輕薄 反而是最沒有感覺的 今天介紹的三個品牌的 雙類的產品 真的都沒感覺 你知道我的沒感覺的意思齁 不要誤會喔 不要誤會喔 Lapari的這個頂級的保養呢 它用的主成分就是 柏晶 這個珍稀的柏晶呢 它是可以促進我們的肌膠的 這個膠原蛋白 還有呢 促進我們的肌膠的循環 然後呢 活化我們的細胞 那他們家呢 可以說是已經 把產品的開發呢 提升到了一個 宇宙的境界了 愛因斯坦的這個 時空的相對論呢 說呢 重力越重的地方呢 時間過得越慢 沒錯 而柏晶呢 就是來自這個 時空凝結的空間 它呢 降落在地球上面 捕捉了這個珍稀的配方 要讓我們的時空凝結 我覺得它探討的就是 這個高度的事情 沒錯 所以Lapari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你知道 尖端啊 你看它的這個 挖棒 對 你看這霜 顏色灰灰的 時不相瞞 這個柏晶系列 好像講太多 我現在塗一下 好 塗在手上 顏色是有點那種灰 灰灰的灰泥色 就是 沒有啊 東西呢 就是整個會這樣 倒進去 就是會這樣 導入進去 不是那種 熊熊的感覺 他們的特性 特色 真的就是 秒吸收 不會有一絲殘留的感覺 這是頂級保養品 厲害之處的地方 再來要介紹這個 他們家安平 這個安平不得了 好漂亮喔 然後 它是要激活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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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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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沒有 馬上就 綻放開來了 那這個安平用起來的感覺 我跟你講 它就是會讓你感覺就是 皮膚有那種 充電的能量 就會讓你皮膚有一種 不會有眷容 然後就是有那種 紅潤紅潤的 對然後就是 薄薄膨膨的感覺 對就是這個安平我覺得 最厲害的地方 欸 六萬塊 平均一瓶 就是兩萬多耶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 就是每一滴啊 都是很珍貴的 好 再把我的手套戴起來 來迎接我們今天的 第二組貴賓 那些東西 貴雖貴 但是呢 還是有它的價值 我覺得是品味 身份 還有一種個人的 那種 象徵 對它的意義呢 是非凡的 一句話說的好 貧窮呢 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我們應該要用 富人的思維 來思考一下 今天我們大家 就用這個富人的思維 假裝你是有錢人 來看 接下來要介紹的 這一個你知道 也是呢 頂級的奢華的 貴婦品牌 非常優雅的 肌膚之藥 我們要請出的是 我們的這個 創生 極致乳霜 登登 這包裝真的是 太美了 你看 一樣是 藝術精品的等級 有沒有放在你的這個 豪宅當中 所以我覺得呢 要擁有奢華保養品之前 你必須先有一個 漂亮的房子 也就是說啊 用這些東西啊 會讓你努力想要擁有 更好的生活品質 那這個 創生系列呢 他們的核心成分 來自法國 從二十多萬種玫瑰當中 萬中選一的這個 珍稀的玫瑰 所以呢 它用起來的整個系列的感覺 就一樣 會讓你有一個皮膚先進化 然後有一個重生的感覺 會讓你皮膚第一個就是 光澤度 飽滿度 還有呢 就是讓你保養完之後呢 如同那個 藝術雕刻品一樣 該瘦的地方瘦 該碰的地方碰 就是 雕刻般的那種臉龐 對 就像它那個你知道線條 有沒有 沒錯 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這一瓶霜呢 來 台幣定價是 四萬零五百 沒錯 有沒有覺得突然間變得很便宜 對 價值觀錯亂的一級 沒錯 什麼 四萬零五百很便宜 我是說跟前一個牌子比起來 有沒有覺得很親民呢 笑耶 那這個霜之外呢 他們家還有這一瓶水 極致淨白露 這個呢 真的很便宜 它只要七千一 沒錯 超便宜 再來呢 還有這一個是他們家的 夜間的精華乳 夜間用的精華乳是九千一 光是這三個步驟 就要六萬多 真的是 值得嗎 有必要嗎 這個霜呢 我用起來 因為我都是用過 或是說 沒用就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一樣嘛 我剛剛講的霜都沒感覺 就是吸收度非常好 然後呢 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說它用完之後 皮膚會像雕刻般的有一種 緊緻跟塑型的感覺 就是它會讓你的膚色比較均勻 然後呢 蓬潤感提升 重點是 它不是那種油光的飽滿度 它是真的皮膚會有一種 從裡到外透出的透明感 是這一個創生系列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怎麼講 說不出來 難以言喻的感覺 一樣塗開之後 欸 不見了 它味道好高級 它可以從嗅覺達到一個放鬆 跟這個靈魂進化的效果 所以 嗅覺也可以輔助保養品 達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層面 比較靈性的感覺 我呢 有時候都會直接把它塗到眼下 都OK 總之呢 這瓶用完之後呢 就是一種 無與倫比的 你知道 光彩 除了當然 成分 很科技沒話講出來 但是我剛剛講的包裝 有沒有 很漂亮 你看喔 這個 聽到的聲音 精華的聲音 有沒有聽喔 就是那種 高級的 車子的 門的聲音 對 然後我們看平價的 如果沒有 不經修飾 不在乎這些 你知道 頂級的感覺的話 蓋子是什麼聲音 看看有沒有差 欸 弄出來好酸 總之呢 肌膚之藥的 頂級的保養品 也是凱咪呢 近期呢 非常愛用的一套保養品喔 第三個品牌出的 頂級奢華的添加保養品 它呢 來自法國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椒蘭 我的呢 黃金生命奇跡路 椒蘭他們家的 包裝啊 真的是梅畫家 也是非常的漂亮 你看那個 紙盒的質感 有沒有 他們家最經典 最具有象徵 就是整個 椒蘭的 品牌的靈魂 核心就是 黑蘭花 登登 哇 有沒有覺得 好像 外太空的旁 有沒有 一管一管的 有沒有 好高科技喔 又有一種 奢華的感覺 那它是呢 28天為一個循環 那你要在這28天當中 用掉這四支 這四支呢 就代表了四個階段 首先第一個呢 它是一個 淨化 沒錯 它有加入了這一個 HA的這個酸類的複合物 醫美等級的複合物 可以幫助我們代謝皮膚當中的一些毒素 所以呢 它是可以先淨化我們的肌膚 再來呢 第二個階段呢 可以清除呢 我們肌膚的這個老化的因子 然後呢第三支呢 這個階段呢 它是一個重建的概念 修復我們的肌膚 沒錯 然後呢 再加上它的第四階段 就是復活 就可以呢 看見肌膚展現的這個奇蹟光彩 那這四支呢 就是一個療程的循環 剛好跟我們的這個肌膚的代謝週期 可以做一個配套的療程 那這一組要多少錢呢 它的價格是 新台幣 五萬兩千五百元 是的 哇 他們家的這個黑藍鑽系列啊 就是要小心謹慎的使用 因為呢 你會覺得說 唉 頂級的就是不一樣 黑藍鑽系列呢 就只有三個品項 除了這個安平的組合之外呢 還有一瓶霜還有一瓶眼霜 但是眼霜我沒有 我有的是他們家的這個 黑藍鑽極脆乳霜 是的 然後呢 我用的是百年工藝版 沒錯 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 藝術品 藝術品 來 它的那個刮棒也是按摩棒 黑色法蘭的瓷器呢 來頭不小 是這個法國呢 一個百年的瓷器品牌 他們在1863年呢 就已經創立的 沒錯 所以他們這個合作呢 把這個黑藍鑽的乳霜呢 放在這個瓶器當中 真的是 有沒有 光是你知道乳霜用完 這個瓶器也可以拿來當什麼 收藏 甚至是藝術品擺放 今天介紹的這三個頂級的保養品當中 味道我最喜歡椒藍的這一瓶 就是 塗上去啊 就是你一整天都可以感受到 它那個氣味 就是很高級 然後人家說啊 什麼香精醬好嗎 香味好嗎 我跟你講 厲害的 厲害的品牌 才敢用厲害的香氛在裡頭 香氛好的是很貴的 所以呢 加不起香精的品牌就會說什麼 無添加 這樣講是這樣沒錢 對 可是你知道 真正頂級保養品 我剛剛講的嘛 嗅覺也是一門藝術 嗅覺也是一種療癒的保養 所以味道也很重要 一樣我們來試一下質地給大家看 一樣你看 馬上吃進去 馬上吸收 完全不油 而且用在臉上的感覺 真的非常好 我只能這麼說 這些產品這麼貴 究竟有沒有差 這麼貴的東西跟我一般評價 保養品用起來 究竟有差嗎 有感覺嗎 值得嗎 我跟你講 如果你在考慮 你就不要買 對 通常會願意買的就是 他覺得 我值得 好東西呢 絕對都值得投資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蛤 那我就用一般 基本的乳液就好啦 就是一樣很保濕 也沒差 用這個東西 幹嘛何必 值得 如果你真的有這種觀念 真的就不用浪費錢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 你希望給自己一些 不一樣的感受 因為頂級保養品是這樣 他呢 賣給你的 不僅僅是這個罐子 他賣給你也不是只是裡面的 你知道 那個塗抹的感覺 他給你的是一個品牌的價值 一種呢 不同的非凡的體驗 有時候是一種感覺 你知道 這實際上最貴的東西 就是感覺 然後感覺一過 就沒了 對 可是呢 我們怎麼樣抓住那個感覺呢 就是呢 每天認真好好的保養 花在自己臉上的東西呢 我覺得 如果有一天 時候到了 錢該花 舊花 奢侈的定義 你不在於你花多少錢 奢侈的定義是 你願意擁有多少的心靈的自由 你懂嗎 奢侈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改命呢 也沒有到什麼大富豪的階段 可是我一樣可以過得很奢侈啊 因為我願意 你知道 我願意多花一點點錢 讓自己感受一些不同的生活品質跟體驗 這個是你每個人呢 不同的感受的程度 所以我們呢 對於奢侈的定義 不要只是覺得說好像花大錢叫做奢侈 有時候呢 去體驗了人生的不同的一些品味的時候 那個呢 就是一種奢侈的感覺 深圳的奢侈就是擁有自由的心靈 不一定叫做物質上面 金錢上面的奢侈才叫做奢侈 所以呢 不要被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像 這個你可以奢侈 只要不浪費就好了 好不好 好啦 那希望大家呢 會喜歡今天介紹的這個 你知道 天價保安品的影片 如果還有更貴的產品出現呢 凱明會繼續的來介紹給大家 那不要忘記了 訂閱 關注我們開TV 更精采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